坐下 再等电话 我 我怕童童打电话 好了 别说谎了 你又不闪闪野气 参加这种活动 脸上是要挂着笑容的 像这样 我去尝语高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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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干 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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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新天首宴的大日子 栗仲谋先生 咱们没有送上祝福啊 她最近工作比较忙 她最近都没有出现 是不是你们的感情 出现了危机啊 听说曼迪 曼迪 因为儿子的问题 和你出现了分析 是真的吗 是啊 曼迪 你喜欢小孩子吗 当然喜欢了 来来来 我来介绍一下 我的两位朋友 好朋友 你看 这个女的 好像就是上次 和栗仲谋 证度儿子抚养权的 那个单亲妈妈 吴童 这位女士 就是栗仲儿子的母亲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是特意来祝贺我的 所以我跟栗仲 怎么可能还有分歧呢 至于这位 好像是和张曼迪 小姐交往过的孝律师 孝律师 请问您今天出现 是否意味着 您和张曼迪小姐 将爱火重燃呢 吴小姐 请问您和向律师 是不是正在热恋呢 那栗仲怎么看呢 吴小姐 请问您私底下 和栗仲楼先生 基础多吗 为了孩子的成长 有没有考虑过 在意生活呢 是啊 是啊 吴总啊 你们的问题 不要这么尖锐吗 这里上有很多记者 现在从不理好 您 您再说两句吧 再说两句 您说两句 您说两句吧 说两句吧 简单说说 今天是 是张曼迪小姐 吴小姐 你再大点什么 大家就不要为难吴小姐了 今天是我要向俊先生 带吴小姐来的 其实在私底下 我和众谋 还有吴小姐 向俊先生 我们四个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真的吗 真的是这么个关系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真是好朋友啊 曼迪 你们这种关系 比你的新片剧情 更新人哪 给我们大家讲讲吧 是啊 那你的意思是 没有人看我的电影了 那我岂不是很惨 对吗 吴小姐 你说呢 好 曼迪小姐 你的意思是 吴小姐和俊先生的关系 在上次付药球关系结束后 有进一步的发展 真的有什么地方 您不会建议吗 是啊 你们会不会有进一步发展呀 怎么样啊 吴小姐 这刚才的问题 您可以给我们回应吗 对啊 回应一下吧 回应一下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吴小姐有些申请不舒服 咱们来 好多人啊 你没事吧 没关系 就是 先进 过来 帮我回答问题吧 那我 你先去吧 你在这边等我 我就帮不她 说一下吧 吴小姐 说一下吧 向你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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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啊 对啊 这是他们的朋友关系吗 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 你们许是单纯和朋友关系吗 是的 朋友关系 别无论 他们有意思吗 你许是朋友吗 真的吗 你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呀 请问你没看立总 会有新的发展吗 曼迪小姐 你会考虑和向俊先生发展吗 曼迪小姐 请问你和立总的感情 是因为吴小姐的接触 才有所变动的吗 你们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可以让吴小姐回答一下吗 曼迪小姐 你和向俊先生 已经开始交往了吗 不 新闻报得这么热闹 难怪来得这么早 叫得不睡 就过来看新闻 立总今天没有来首映离 侍奉明确预示 这样的新闻 一个人看都没意思 如你所愿 昨天晚上的事情 还算很成功 你看新闻的内容 狄谋恋情 扑手迷离 当户女星 已有新欢 还有说立总谋被甩的 我喜欢这条 首映式新男友曝光 张曼迪新欢俊朗 胜旧爱 说我比立总谋帅 他们怎么写 我不在乎 只要能传得沸沸扬扬 带动我影片的跳房就好 我只是在想 当年如果立总谋 没有追求你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 可是他现在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了 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他从来 不会爱上任何人